我覺得唐聖剛跟何宇哲 差別不大感覺蠻像的 就是一個蠻無聊的人 之前不讓我 你今天不聽 你不要這樣 你以為講什麼 補手在錄耶 很壞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雨昕 我在天堂的微笑 還是微笑天堂 天堂的微笑 什麼鬼啊 弱智組耶 弱智耶 我在天堂微笑裡面是演 造成書 爽妹 我們都叫爽妹 然後這兩位是我的門神 我是黃尚和 我演的是陳向東 然後他們在這個組裡面 他們都會叫我少東 我家裡 有錢人啊 有錢人啊 破錯了一點 破錯了一點 對 破一點 大家好我是唐聖剛 在天堂微笑師演的是何宇哲 然後他們就叫我狐狸 對 就負責演一個我們三個裡面最無聊的角色 對 你才無聊 你全家都無聊 我覺得 唐聖剛跟何宇哲 差別不大 感覺滿像的 就是一個滿無聊的人 我覺得他很正經耶 他會跟我聊生存這件事耶 他說就算世界末日他有把握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的那種話題這樣 然後我就哇塞 其實我那時候是亂聊你知道嗎 太無聊了 我那時候是硬找話題 我不知道怎麼聊 因為我硬找話題 那個時候啊第一次啊超不熟 然後他們都不熟 他自己準備了十個話題 對 用了一個然後畫掉 結果發現怎麼那麼無聊啊 這個是最有趣的 真是用心 可是黃尚和就沒有在想這些的感覺 他這邊沒什麼腦 沒有就是我們會坐在那邊吃飯 然後也不講話 然後後來想要什麼 我就問一下 被蚊子咬他也可以聊 欸你會被蚊子咬嗎 我說很快啊 欸你因為你吃素的關係嗎 我就說那你愛吃肉嗎 這種 素好白癡喔 會啊 但是蠻幼稚的好不好 他蠻幼稚的他們 我很好 他們家修解開 超煩 哇塞